报道不实名嘴乱爆料 不过来看现在外界质疑 怎么吴副总统一直动作都没有呢 像是从7月10号开始 吴副总统透过总统府发表声明稿 就说媒体如果报道不实就要来提告 那么7月19号更是要周刊道歉 否则就要采取法律途径 但是事隔那么多天了 却是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提告动作 现在还似乎怕上镜头说错话也封口了 还派出律师全权处理 也让民进党立委赵天龄就呛瞎 他已经握有了确实证据 恨不得吴敦义赶快告 这个我也蛮期待他能够快一点 如果能够这个正式进行这个提告 他能够这个不只告民事 也能够告刑事的话 那这样是我最欢迎的 不怕你不告就怕不敢告 赵天龄讲的斩钉截铁 不过吴副总统早就下了封口令 办公室从今起不回应改派律师团应战 没人公开行程改在府内接见贵宾 但吴副总统说了半天的法律途径 到底有没有实践 7月10日总统府代发声明稿 强调若媒体报道不实 将提出告诉7月19日晚间更是大动作 要周刊澄清道歉 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如果通年记录确认 我会喊请那个周刊 应该要更正 没有办法更正 那我只好必须寻求司法的途径 知道阿娇被爆出是帐房白手套后 吴敦义才晋升改由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 刘宗欣副组生律师戴维发表声明 7月24日深夜 三大张声明稿 一一驳斥周刊内容 还呼吁现在正面临全球经济的严峻挑战 全民应该要紧密团结 共同面对全球竞争 让台湾继续耀声前进 迈向更卓越的目标 话说的很感性 但这到底跟案情有何关联 最好的澄清方式其实就是提告嘛 那你今天如果不告的话 民众在期待说到底你讲的话 有哪一些是真实性 那今天没有告 民众的解读一定说心虚嘛 拖了15天要告不告 没下文 律师事务所也没个明确答案 究竟是不是心虚 恐怕只有吴副总统心里明白 三菱新闻黄起超乌亚清台北报道 好 今天下午又淹水了 我们来看看午后一场大雷雨 一样云林斗六的一个社区是淹水的情况 水都淹到了膝盖 很多民众来不及挡 这个水就一下子淹到屋子里面去 让民众都傻眼了 大雨汪国火车骑士冒险 骑车经过已经淹水的马路 见骑水花 汽车经过也得小心翼翼 云林斗六下午下起午后雷震雨 雨是惊人 不到一小时整条马路变成水路 镇南路附近住家有些民宅用沙包挡水 但这户来不及水直接灌进民宅 这户来的两家也都这样 那几个里面都淹味了 里面都淹味吗 对啊 而这户民宅趁水退了赶紧清理 家园也说只要一下雨 就会淹水让他们很困扰 而另外一处西湖里社区 地势更地洼 果园全泡在水里 还有民众想要涉水通过 连续几天的午后雷震雨 让住在地势低洼排水不良地区的民众 相当无奈 希望相关单位能解决排水问题 别让他们遇到下雨就变成灾民 三地新闻 廖宜德云林报导 好 太阳剧团即将在八月底来台 登场演出了 那么现场有很多相当精湛 特别的服装也抢先曝光 我们带你一块来幕后之急 一身黄色连身裙 配上奇异的绿色背心和斗篷 在异界人心中 直高气昂的角色指挥家 总是用胜利的笑容吸引众人目光 与生俱来的魅力 还得加上装扮的技巧 工作室 教育 教育 通常是一半半长 或长长 如果你的化妆就要长长 然后他们展示你的化妆 两 三 四次 随着人物个性和剧情走向 跟衣肩旁摆满上千套衣服 上头标示着每位表演者的名字 不止色彩缤纷 还必须服贴好表演 光是衣服上的配件就有超过八十种不同的钮扣 剧团总部雇用了三百多名师傅制作服装 随着巡演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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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要进行修补 面具制作 更费时 从头到脚超过两百五十双的定制鞋 每天就得涂上四十双 太阳剧团的表演不只是技巧呈现 舞台道具也很讲究 让台下观众能大饱眼福 欣赏这场华丽饗宴 丹利新闻 蔡平华成瑞 香港报道 中国国旗 没有想到挂媒三天 国旗又被撤了下来 怀疑是中国施压 那么现在外交部表示 将会争取把国旗给挂回去 好 那么今天的奥运专题 我们就来看看中华队相当有希望的 跆拳道项目 犀利的连四踢 她是曾丽晨 顶着亚锦赛金牌的头衔 二十六岁的曾丽晨 其实已经多次担任中华队国手 在今年却是第一次挑战奥运 多年的努力终于如愿 曾丽晨不觉得紧张 反倒很兴奋 越来越兴奋 对 蛮期待的 因为毕竟大家准备了这么久 那就是等待那时候的表现 奥运中华跆拳道国手 还有她才二十岁的魏晨阳 例行热身拉筋已经满头大汗 魏晨阳还是体验大一学生 却是中华跆拳道的名誉之星 生涯第一次参加奥运 在她身上看不到压力 她只想在最后时刻如何再加强 动作太单一了吧 然后现在又尝试更多上班 还有步伐 还有怎么样去骗对手 在国训中心积极备战 一个月前两个人的餐食都特别量身配置 汉堡肉配上三菜一汤 要营养却不增重 像体重的问题 那她也帮我配就是我们平常需要的热量 跟那个就是可能要长肌肉 首度参加奥运 魏晨阳和曾丽晨都背负了国人期待 夺金的目标放在心里 他们都准备好迎接奥运 我是魏晨阳 请大家为我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 is coming 为台湾选手加油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非常恐怖的情况 钓鱼竟然钓到鹰尸 那么鹰尸就在这个一个个大桶子里面 这发生在俄罗斯的南部 有钓科在森林里面 发现两百多具的鹰尸 被塞在四个大桶子里面 警方研判很有可能是附近医院随便丢弃的 不过附近民众看到这样的情况 也忍不住大骂 医院真的是太过冷血 叶卡杰林堡市郊森林 惊传大量死鹰气质荒野 监视人员来到现场 仔细检查用来装尸孩的四个塑料桶 赫然发现两百四十八具鹰尸 由于遗体都浸在辅马林中 形体保持相当完整 其中部分是四只发育完成的鹰孩 警方根据尸体上方的标签 研判来自附近三家医院 应该在医院或墓园被妥善安放的英尸 居然铺尸荒野 被附近调科发现 整体事件实在太离谱 法医鉴定这两百多具英尸 平均大概只活了十二到十六周 部分甚至早在十年前就死亡 疑似用作医学研究 不料却被当成废弃物乱丢 不论责任归属如何 冷血的行径已经引发社会踏伐 三立新闻 无线冲编译